女佑揉这个地方啊,就这个地方,就这个位置啊,一羊起,羊起胳膊来,就会出现一个小瓜,如果胖了可能没有瓜啊,就是脸这儿,用拇指啊,拇指捏住它这里,然后呢,揉,揉多少下呢,30到40下,就一边揉,一边清嗓子,一边咽吐,然后呢,一边喝喝白开水,要喝热的啊,要喝热的,揉一揉,然后呢,嗓子就慢慢就不疼了,也不疼了,也不痒了, 也舒服了,啊,你感受感受一下啊,呃,绝对管用,很管用,而且啊,如果说是有点发烧呢,怎么办呢,如果有点发烧,是额头,你摸着额头烫,你摸着额头烫了,然后呢,就揉哪儿啊,揉这儿,这叫河骨穴,啊,两个指头,两个指头之间,就是个高骨的地方,揉,揉到现在也是30到40下啊,30到40下,揉,揉,揉完了以后呢,一边揉, 揉,揉完了以后呢,已经摸了额头,他基本上慢慢的退缩了